首都一个乌一家庭多年来依靠微博的收入 照顾患有癫痫和运动障碍性瘫痪的儿子 但是全国大封锁导致父亲失业 生活血上加霜 更糟糕的是 儿子的轮椅竟然被偷走了 得知消息的行动党事部爹区 国会议员郭素沁今天带着新的轮椅移交给他们一家 小男孩的母亲为此感动不已 气不成声 他们都没有想要去哪里 他们都没有想要去哪里 他们都没有想到我和妻子 飞机去 Selayang去哪里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 因为我住在 KL,不住在 Selangor 我都没有想要去哪里 我都没有想到这些轮椅的轮椅 我都没有想到最好的孩子 十三岁的小男孩 莫哈莫拉提夫 九个月到的时候 就患上癫痫和运动障碍性瘫痪 必须依靠轮椅行动 但是十个月前 放在家门外的轮椅就被偷走了 由于一张轮椅价格将近3000令吉 他们根本无法负担 只能够一直抱着儿子到医院复诊 38岁的父亲苏莱曼 还在一个多月前失业 连儿子需要的奶粉和纸尿片都买不起了 生活陷入困境 除了轮椅 郭素庆今天也捐赠奶粉和纸尿片 还有白米等物资给他们一家 同时呼吁民众伸出援手 协助苏莱曼一家人度过难关